刚才咱们在这已经得到的这个账号 得到的这个密码 在这个地方 我得接一个库了 右肩 创建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就写个叫STU 当然写STU Manager也行 这里应该有没有 叫STUS 创建 创建了之后 注意 我现在要建表了 问 我现在建的这个表 请问是用户表还是学生表 还是咱这里边只要一张表 还是要两张表 先想清楚啊 要几张表 一张的话是什么表 用户表 那学生信息在哪 你刚才不说一张表 注意 现在 因为咱以前都没考虑过这些东西 那现在呢 你有了一点点这种JSP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在里面 你就得考虑了 我能在做这个东西 到底要几张表呢 因为你在网页上登录的时候 一般这种登录上来的都是这个系统的管理员 或者是什么呀 或者是创建人 他才有这个权先上来 一般的学生给不给登录上来啊 不给 所以在这创建的这张表呢是用户表 学生心体不在这里面啊 这是用户表 好 那第一个字呢 逃走不了 ID 印打了一下 浪测长度 不管它 再写个字增长 好 那接下来 UserName 用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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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表就建好了 建好之后打开表 里面先加第一个 第二个 张三 第二个 李四 二三嘛 这是李四 然后这是 四五六 差不多得了 那就把几个就好了 保存一下 搞定 那这个表我就做好了 表做好了 接下来 干啥 学生还没到那回呢 干啥 你得在这里面写DAO 准备做访问的工作 对不对 等一下 你得在这里面写一个包 叫DAO 然后在这里面写另外一个包 叫DAO的 哎呀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这个地方写了 因为包里面都没东西 所以它把它直接一行显示了 你可以点这个 然后包的结构选这种 就这样 所以还是没出来 没出来就得写一个类吧 等话这样可以选它 DAO里面我就写个叫User的DAO 不过这个不是类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Interface 那UserDAO这里面咱对外 要什么方法 要什么查询什么的吗 其实不用 只要写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诶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该接用 定义了对用户表的绑问规则 不是学生表啊 注意现在要区分开来 不是学生表 那用户表呢 它要登录 登录呢 你其实在这里面咱做的简单了 其实你可以直接返回一个word 就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就行了 对不对啊 但是真正情况下 我写了详细点啊 这里 简单就返回一个word是类型 成功或者失败即可 但是开发的时候 登录的方法一旦成功 所以咱们知道是做这种还原的登录 那如果你做的是那种客户端的登录 比如说你的QQ登录这种的 那这个时候一旦成功 这里应该返回该用户的所有星期 也不一定是所有 就是个人星期了 好 那在这就写个就过去了一下 写的详细一点 这个地方加上圈内 如果返回逐游表明 登录成功 返回force 表明 登录十倍 好了 做一下他的实现 user. Reporter 实现一下user.io 跟你学一下 OK吗 这段可以吗 还能跟着上次录吗 可以吧 这段能不能跟着上次录 好 那咱就把这个DU